哈喽大家好,我是龙2,那不可否认啊,5G绝对是当下互联网最热门的词汇 运营商在紧锣密鼓地推进5G网络的普及手机厂商也是卯足了劲 纷纷推出了自家品牌的5G手机 这波新年刚开始,realme就打响了第一炮 真我X50 5G作为realme品牌旗下的首款双模5G手机 上市8架128GB定价2499元起售 相较于同配置的Redmi K30 5G还要便宜100块 那么对于这样一款高性价比的5G手机 它的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快速地了解一下 真我X50 5G这一次从外包装上就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 一改往日白蓝的设计风格 转而采用了更为亮眼的黄色造型 更加的年轻活力 回到手机身上 此次的真我X50 5G提供了冰川和极地两种配色 供大家选择 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一款是冰川 独特的眩光纹理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而在材质方面 手机背部有一整块康宁大猩猩 5代玻璃覆盖 配合3D热弯工艺 在保证机身强做的同时 手感也更为舒适 后置四摄纵向排列 放置在背部的左上角 摄像头模组有一定程度的凸起 所以建议大家戴上随机赠送的保护套 以免不必要的磨损 真我X50 5G的中框并没有采用金属材质 这应该也是大家最为纠结的地方 好在realme在其表面做了金属质感的哑光烤漆 从手感上来说丝毫不亚于金属 手机取消了3.5毫米耳机接口 底部设计有双nano SIM卡接口 麦克风USB Type-C接口和扬声器 顶部则是仅保留有一枚降噪麦克风的开口 机身右侧可以看到真我X50 5G 采用了一枚指纹电源二合一的按键 按键较为细长 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到指纹的体验 无论是解锁速度还是解锁成功率 都达到了主流的水平 轻触即可快速完成解锁 非常的方便 手机正面真我X50配备的是一块6.57英寸的双挖孔全面屏 1600万加800万像素的前置双摄放置在屏幕的左上角 4.88毫米的超小孔径 在保证屏幕的完整性上 realme也是费了一些功夫 但比较让人不爽的是挖孔周围屏幕轻微发黄的问题 真我X50也是中招了 希望只是个例问题 真我X50 5G屏幕为LCD材质 表面覆盖康宁大猩猩5带玻璃 负面率2400×1080屏占比90.4% 除了下巴略为宽乐点之外 整体素质在同价位中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真我X50 5G这块屏幕 支持了120Hz的超高刷新率 一秒钟可以显示120个画面 相较于目前主流的60Hz显示屏 优势非常明显 从慢镜头记录的画面 可以明显感觉到真我X50 5G的画面流畅 真实视觉观感更为出色 尤其是在玩一些高震率游戏的时候 视觉体验绝对是60Hz无法比拟的 不用不知道用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当然了如果你担心高震率会降低手机的续航时间 真我X50 5G还提供了屏幕刷新率的选择开关 可以手动切换到60Hz 当然我个人会比较建议大家选择智能切换模式 在保证续航的同时 系统会根据应用智能切换屏幕的刷新率 带来更为出色的实用体验 不同于其他手机品牌在5G发展之初 就迫切的发布5G手机 realme显得要稳重许多 第一款5G手机选择搭载了高通集成式 双模5G SOC骁龙76 5G 该晶电集成了骁龙X452 5G调制解调器 支持SANIC双模5G组网 而且没有阉割评断 完整覆盖了国内三大运营商N1 N41 N78和N79网络评断 所以无论你选择哪家运营商都能畅快的体验高速的5G网络 我们在中国电信的5G网络环境下实测 其下行速度是达到了487Mbps 上行也是达到了94.1Mbps 由于测试点的问题 虽然没有达到预想的800Mbps以上 但相较于4G网络提升非常明显 34秒即可完成1.84GB大小的王者荣耀游戏下载 组队开黑说来就来 再也不用焦急的等待安装和更新了 体验绝对的美滋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真无X50 5G 还有一项非常实用的功能Smart 5G 该技术可以智能判断网络需求 在4G和5G之间无感切换 智能调节网络策略对带宽和电量进行智能化的分配 有效提升电池续航能力 而在性能方面 骁龙765G移动平台采用7nm加EUV低功耗工艺制程打造 CPU部分采用与骁龙855一致的CRAO 475架构 主频最高2.4GHz 配合Adrano 620的GPU应付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游戏和软件都是没有问题的 安兔兔诗文环境下实测得分331580分 其中CPU部分得分107023 GPU部分则是得到了93636分 整体水平与搭载了骁龙845的魅族16TH相当 实际体验中 我们将游戏王者荣耀的画面和帧率均调整至最高水平 通过帧率记录软件所记录的数据 可以看到其平均帧率是可以稳定在60帧 帧率曲线平直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 而且有一点要说的是 真我X505G内部还采用了一套五重立体冰封散热系统 内置超大铜管压制火热的5G鸡蛋 实测在室温18度左右的环境中 连续不间断30分钟王者荣耀后 手机的最高温度是可以控制在33度左右 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 realme真我X505G后制的是一组四摄 整体由一枚6400万像素主摄 一枚1200万像素长焦镜头 一枚800万像素的119度超广角镜头 以及一枚200万像素的4厘米超级微距镜头组成 接下来咱们通过一组样张来实际的感受一下 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 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 真我X505G的实际表现 还是比较让人满意 样张画面通透细节保留清晰 色彩还原也是非常的准确 尤其是在拍摄天空的时候 即便是有AI的加持 真我X50也没有过分的提高色彩的饱和度 实际成像非常接近肉眼所见 这一点还是非常难得的 而在夜晚光线较弱 且较为复杂的环境下 真我X505G可以很好的压制高光 没有出现明显的过曝现象 但在暗部细节的保留和噪点的控制方面 表现相对会弱一些 希望在后续的OTA更新中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 5G手机续航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点 realme真我X505G 内置有一枚4200毫安时电池 在微镜的5小时续航测试后 最终还能剩余53% 8小时掉机带电3% 应付两天中度使用 基本没什么问题 而在快充方面 真我X505G采用的是全新的30瓦 Voke闪充4.0增强版 支持亮屏充电变弯变充 实测30分钟可充入67%的电量 充满整块电池 共计耗时61分钟 对于4200毫安时的电池来说 表现还是不错 作为realme品牌的首款5G手机 同时也是2020年发布的第一款5G手机 真我X505G整体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虽然在下把的宽度和中框的材质上 有所妥协 但瑕不掩瑜 120Hz刷新率屏幕 骁龙765G移动平台 30瓦Voke闪充 而且在支持SA NSA双模5G组网的基础上 提前布局了N79频段 8加128GB定价2499元 乘以还是非常足的 官方给其冠以5G青年旗舰 我个人觉得还是名副其实 所以如果你预算有限 又想提前尝鲜5G 那realme真我X50 应该是一款值得推荐的机型 OK马上就要过年了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大吉 当然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春节期间 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礼品抽送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好了 2019有你 有我2020 我们继续加油 明年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别忘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